對 賴球妹 陳明毅 微笑婷婷 他叫微笑婷婷嘛 因為他用的是一個可愛的 拿了錢幹嘛微笑啦 他拿錢也是微笑 初選沒過還要選 喊範率要過半 所以大家讓他選上 剛剛洪宜哥會那麼生氣 會被台聯機的領袖去幫他站台嘛 可是選上之後 剛剛講的那些東西 真的都很有可能 而且其實可能還不是每人結算的那樣 因為如果他因為這個 他的助選人幫他買票的這個官司 最後延伸到他的當選無效的話 但是陳明毅要補上來 而陳明毅是反對這個 焚化妙 那所以變成是他如果是 他如果說是 反正我會失去議員資格 所以我拿五千來打底 然後呢 就算以後沒有的話 還會讓我有一個焚化妙 不是 如果那樣的話陳明毅補上來 他的焚化妙可能都蓋不起來了 所以很可能是拿了錢 如果有的話 拿了錢然後繼續當議員 而且還不會有別人補上來 哇 司法還可以配合啊 如果是那樣啦 司法還可以配合啊 所以不是剛才講的這個 這個這個 這個失去一個議員 然後得到兩個好數 因為是四個好數都有 我記得以前 立法院也跑過一票叫張進成 張進成 跟他有關係嗎 沒有關係 名字只他一個字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這一次 對不起 因為我突然一直想到 賴秋妹多一票出來 大家也都會想說 因為那就已經秀出不尋常 新北市跟台北市不一樣 台北市63個議員 所以他是單數 一定要分輸贏嘛 所以應該一輪就投出來了 沒有 郭昭元跑票 而且他還是公開跑票 因為他要投的時候 我怎麼投錯了 我不會相信啦 你怎麼把那個國民黨規劃的 陳景祥跟那個 吳碧珠同時蓋上去 然後蓋的時候沒發現 走到前面要投的時候 攝影機在拍的時候 還突然發現 再問一下 如果他們收錢是真的 這些人收錢 這些人在台灣 他們要怎麼 他們要有那個面子好過 就拜拜啦 剛剛每人講到張敬成嘛 他就是那一次 立法院選政府院長 跑票之後 就差他那一票 你之後還有聽過張敬成 這個人在政壇嗎 沒有啦 就拜拜了啦 所以台南這五個 或是說新北的張敬廷 可是那鬼魅又有 鬼魂又有跑出來 對 叫張敬廷 我覺得 不一樣 沒有不一樣 我就是覺得 印象好深刻 之前那一票很關鍵 那時候大家 全部守在立法院 就差一票 施明德要當 主席院長 立法院院長 就差那一票 可是喔 我沒有說 其實那一次有人說法 說其實敬廷跑不只是 這些票 不只一票 然後其實國民家有投票 那問題是最公開的 就是這一票 所以其他人都還在 然後 只有這個人跑的 我想要這樣講 你知道嗎 全台灣都在討論什麼 要不要亮票 所有的眼睛都在看著這些人 對 為什麼都怕你們這些人 操守那個 經不起考驗 大家都收錢 所以大家都在看 你又敢收錢 你又敢不亮票 他們在台灣以後怎麼生存 我問大家 絕對政治生涯掰掰了 所以剛剛美人講說 這五十如果被開除台南 以後還會選不住 我幫他保證絕對選不住 因為民進黨 民進黨會提名人 國民黨不會要這些人 所以這些人以後就是 你永遠只能用五黨籍參選 你也不要跟我講這樣 民進黨 有時候為了執政 我告訴你很多妥協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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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會提名這樣的人 紅一哥今天講這個事情 這麼好散的地方 紅一哥今天講這個事情 要讓大家 好 紅一哥今天講這個事情 要讓大家觀眾朋友記得清楚 因為說實在 明年你可能忘記了 我們今天講這個事情 可是大家可不可以不要忘記 像我們跑政治我們會記得 那選民要不要記得 張靜廷今天這個事情 如果最後被證明 我們今天講這個過程是對的 其實我們就這樣說了 就是因為 就是因為選民支持的不夠了 他這次才會輸給賴舊妹 對啊 可是他還是能轉彎到台南去 然後還是選上了以後 還賭了這一招 不是我跟你講你民進黨 如果說四年以後 因為議員畢竟不是市長 也不是全國性的 甚至不是立委 他的選民服務要是夠好的話 他的確還是會有票 我不敢說台南這五個議員 被民進黨開除之後 然後張靜廷被台南開除 而且也證明他的確有釀座之後 四年以後 他們就絕對選不上 可是台灣選民 的確是應該要做起他們 不是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台灣選民 眼睛真的也放得很亮 你民進黨 真的不要開心到這種地步 以為大家是支持你 今天要不是因為討厭國民黨 不然你為什麼新北市 只要掛你民進黨的旗 全部當選 沒有啦 新北市沒有可能 台北市 不管是新的 第一任的還是連任的 全上 今天大家支持你是什麼 就是因為對國民黨的唾棄跟失望 按摩你民進黨 給你 這是市議員民黨要學到的功課 不是 那你給我們這樣子的東西 你對得起我們嗎 不要相信 我還被我遇到 你不生氣嗎 對 新聞 哇哇哇 失望 對啊 你全家還開玩笑 你看今天的什麼馬英九 就是明天的賴清德 什麼 今天的賴清德 就是明天的馬英九 他開玩笑了 李全教啊 沒有 我說實在 那個也不值得討論啦 說實在 那種人在台灣 等一下 那個林蘇菲 用什麼方式 你 他還可以笑賴清德耶 他侮辱玩弄台灣 踐踏台灣的民主 這個人 太可惡了 民進黨在台南市 總共那五個人 一個人 你怎麼說 兩千萬 也八千萬 還有一個總共收三千萬 一一一 還有台南一個 新北市真的收五千萬 總共也一一六千萬 你知道對台灣相害多大嗎 對不對 對 尤其我覺得新北市的傷害最大 因為你 牽涉到將來的朱立倫 他這個後來的市長 他到底是要做市長 還是要做董主席 如果是民進黨拿下政府議長 那我想他當市長的時間會多一點 我說拜託 台灣如果剛才這個人 屁股了 他沒死 不是 為什麼他會這樣 以後都不要有朋友了 記不記得那個林志佳 還帶著張靜庭 在投票前 跑到民進黨黨團辦公室 來掛保證 還把東團所有的 這和博文說的 因為博文在裡面 他說林志佳把他帶來 說人我帶來的 保證沒有照片 結果第一輪一投 林志佳臉都綠了 他不亮票啊 然後想要趕快說 還有第二輪嘛 他怎麼教林志佳 林志佳也是算說 你台南人也自己帶來 也有面子 那你就幫你帶去 你怎麼還敢啊 可是你真的 你看到那個畫面 你就覺得張靜庭 他根本面有難色你知道嗎 因為旁邊坐林志佳 隔壁那個是誰 我忘記了 就是明講 就是反正一個民進黨 一個林志佳 帶來去拜訪他 就是投票前 我就知道 你可能會找投票 所以我側面去拜訪別的 等於是人壓著去了 對 然後你就看到張靜庭 他並沒有 他的表情就是 唉唷 我天天就算了 那種感覺 不是我的意思說 做人不能這樣 林志佳跟你帶去 你怎麼把林志佳做人 他的意思 沒有 他哪有關你林志佳怎麼做人 他哪有關你林志佳怎麼做人 他投票給他兩萬 兩萬幾票 他怎麼做人 他有在乎你嗎 我們另外一個角度來看這件事情 林書芬在他的臉書上面 已經說出來 朱立倫手伸進了這次選舉 5000萬 那麼這麼大事已經點名朱立倫了 那我們一方面要譴責收錢的人 那付錢的人 朱立倫到現在只說 不是 我們的司法為什麼還不辦 對 而且都已經 只辦量票 不辦買不買票 這是最可疑的地方 這是最可疑的地方 立刻去約談林書芬 為什麼你知道這5000萬 為什麼講說朱立倫 同時你要約談朱立倫 人家已經指控你了 當時的金流什麼狀況還有 包括這個錢的流程 要當場立刻處理啊 為什麼到現在 一點氛圍都沒有 而且到目前為止 國民黨還是針對 就是我們說的這個 這個我們說的這個 我們法務部 還是針對量票這部分呢 說一定要高到底 卻忽略一件事情 法務部到底是會選 跟量票的行責哪個比較嚴重 當然是會選的這個行責比較高 結果你知道李全教說什麼 你們都說我們藍的 卻不說綠的 綠的量票 這兩個完全不成 李全教真的 我們真的對他這個議長 感到非常非常唾棄 他竟然說你都去查這個 這個就是量票 為什麼不查這個會選 那我們知道會選的行責這麼高 量票行責這麼低 而且過去量票已經判無罪了 你不去重視這個嚴重的 去重視這個行責 看哪一種量票 就是如果我們人體去投票 是秘密投票 可是那些議長立法委員 那個就是要量票 我是那麼覺得 媒體應該多譴責朱立倫 到底有沒有參與這樣子 因為朱立倫會是 將來國民黨的主席 如果今天這個事情證明 就是朱立倫他是 那怎麼辦 那國民黨立法 沒有 一定檢調出來查 這件事情還有什麼好講的 我覺得真的很奇怪 所以我們現在沒看到檢調做任何動作 不管是買票 不管是量票或是賣票的人 通常要查 因為你量票 實在你法律沒有修以前 他有一定法律上面可能責任比較小 但是買票跟賣票的確是大事 量票有可能會被起訴 但是不一定會被判有罪 你看這個秀 他會選擇到底一定會有事 現在李田教要用的 台南市議會的基要祕書 例如週五六 以前就是選台南縣的副議長的時候 買票被抓到 但是一省二省有罪 跟三省判無罪 所以他以前是曾經有被 朱安雄最有名的嘛 一票那時候我記得好像是 買500還是800嘛 查得到 我跟你講 你要查金流太簡單了 不管是你用現金 你想想看 2億元要去銀行領不 有人家的 隨時 不管是放2億元的現金錢 所以要把別的歷史有罪在 對嗎 所以 所以 所以我覺得 只是看檢調要不要差 對 這個是對蔡英文影響多大 有傷 有傷 要不然蔡英文不會那麼生氣 她有傷 傷害在哪裡 我覺得就是說那個 因為人民在九合一的時候 他對民進黨是有期待 因為我討厭國民黨 但是我對你民進黨有一點期待 所以我給你是 你控制不掉 對 我給你是機會 但是你這次 尤其台南市這種狀況 新北市我覺得大家 對民進黨怪罪不會那麼大 台南市這個太離譜了 所以大家會覺得說 那你民進黨是不是還沒拿到權利 就開始墮落 雖然說這不是全黨的行為 這是那五個議員的行為 可是選民不會這樣看 選民會認為這是你整個黨 整個黨在墮落 我覺得 然後我覺得是蔡英文的領導 對 很重要 我覺得就是說蔡英文 蔡英文 我也好像覺得說 你是不是太不了解地方議會 然後有些東西的操作方式 譬如說陳舉都叫他們怎麼簽 可是你台南部會 為什麼沒有貫徹 你有辦法駕馭民進黨 結果執行力的部分 就是說你是不是太這種 議會政治裡頭的一些黑暗面 太不了解了 那未來執政以後 會不會說 有更多黑暗面跑出來 有更多黑暗面 覺得是一樣 就是過得這樣 所以大家會覺得說 這個事情